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皇家评测 在这次MacBook Pro更新之前呢 可能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听了种种留言 期待着14英寸窄边框MacBook Pro的登场 但很严谈的是等等档并没有等来MacBook Pro形态上的进化 不过呢,却是等到了13寸MacBook Pro的完全体 并且加量不加价,也可以说是一次胜利了 那么这期的更新是大是小 9999元的入门款和14499元的顶配款差在哪里 我应该买哪个 本期皇家评测就带大家逐一了解 这次我们拿到了两台13寸MacBook Pro 一个是售价9999元 拥有两个雷利3接口的入门款 一个是售价14499元 拥有四个雷利3接口的版本 要说这次最明显的更新 都集中在C面的键盘区域了 13寸MacBook Pro全系用上了一毫米键程的剪刀式妙控键盘 迎来完全体型态 至此苹果Mac官网在售产品中 碟式键盘正式退出舞台 在此前让我们用最真挚的感情点一个一键三连 跟相互折磨了多年的碟式键盘正式告别 新的妙控键盘在打字手感上 相比碟式键盘提升了不少 用俗话说的就是按键更加劲道Q弹 同时敲击按键发出的声音也要低于碟式 不过呢手感声音这些东西是非常主观的 这项提升也不针对所有人 比如在我们还家评测编辑部中就有钟爱碟式键盘薄翠手感的用户 但是妙控键盘的稳定性升级一定是对所有人来讲的好处 要知道曾经的碟式键盘进个灰尘都会造成年连 即便苹果连续优化了两代加了保护薄膜问题依旧接连出现 这样的实际表现来看一定是妙控键盘更靠得住 在键盘区域顶部的TouchBar也做了同步更新 将ESC按键和TouchID独立出来减少了误触 对于经常使用ESC按键的用户来说 可以提升盲打的精确性 实体按键也增加了长期使用的稳定性 相比最早设计是更加成熟的 整个C面键盘区域大到门幅的修改 对机身带来的影响就是 重量由2019款的1.37千克增加到了现在的1.4千克 厚度由14.9毫米增加到现在的15.6毫米 整体感受并不明显 算是小调整 不过这也进一步巩固了产品线中R2系列轻薄的定位 除了上面提到的变化 新款13寸MacBook Pro在能看得见的地方 就没有更多变化了 下面我们就去看一下它在核心性能上的变化 这次更新之后 两个雷利接口和四个雷利接口的机型 处理器上不再是主频的差异 而有了带系的差异 两个雷利接口版本依旧采用上代 那颗酷睿i5-8257U处理器 而四个雷利接口版本则是升级到了最新的10代酷睿处理器 型号为i5-1038NJ7 两个版本的MacBook Pro起售价相差了4500元 一个8代U一个10代U 那么它们的性能究竟差没差出这么多呢 我们也实际跑分测试一下 在室温25度的相同环境下 连接电源分别使用Jekbench 5和Cinebench进行跑分 在模拟短时间锐屏的Jekbench 5测试中 两个雷利接口版本的单核成绩是990分 多核成绩是3838分 Mental测试GPU成绩是6643分 四个雷利接口版本单核成绩1155分 多核成绩4136分 Mental测试GPU成绩1074分 通过这项测试可以看出 这两款机型中的10代U相比8代U 单核性能提升了约14% 多核性能提升了约7% GPU性能则是提升较大为34% 所以可以看到两代助力器 在CPU运算性能上的提升并不大 而在模拟长时间锐屏的Cinebench测试中 更加需要散热性能跟得上 不过对于轻薄本来说散热也都那样了 所以分手的提升就更小 两个雷利接口版本CPU成绩1550分 4个雷利接口版本CPU成绩1648分 相比之下高出5%的性能 在日常重度使用中也大概就是这个提升 所以看到今年这样的配置加价格的搭配 你吐槽苹果刀法精准 不如抱怨英特尔哑高级的稳 CPU性能可以说基本没有提升 而是通过核心GPU性能的提升 给两代处理器一个差距 大写的佩服送给英特尔 既然两个版本的处理器 更多是差在了GPU性能上 而图形性能的提升 最普遍的场景 就是可以提升视频渲染 图形处理速度 那所以这两款电脑 面向的人群就非常清晰了 在我们的观点中 买电脑不是越贵越好 而是越合适越好 如果你日常不需要进行 视频后期处理 PSAI的图形制作 更多的是办公套件 加浏览器就能解决的事情 那对你来说 9999元的入门款体验 跟14499元其实差不多 而一旦你的日常工作 要牵扯到视频后期剪辑 那还是建议选择 14499元的版本 那么处理视频的性能 它们究竟差了多少呢 我们也实际给大家测试一下 并且通过前期我们粉丝的留言 可以发现 想买一台Mac剪视频的朋友 也在纠结13寸和16寸之间的选择 想知道13寸顶配够不够用 那为此我们又找来了一台售价 22,199元的顶配版16寸MacBook Pro 一起给大家测试一下 我们使用三台电脑 在连接电源的情况下 通过Final Cut导出一段4K60帧的视频 并添加三个Final Cut的自带风格化效果 实际测试 两个雷利接口的13寸MacBook Pro 耗时45分钟 四个雷利接口的13寸MacBook Pro 耗时17分钟 而16寸顶配MacBook Pro耗时6分钟 这个时间也是参考到其他视频规格的 在1080P视频的输出中 四个雷利接口的 也比两个雷利接口的版本快60%左右 同时在视频剪辑过程中 效果的实时渲染 多机位预览 13寸顶配版也流畅更多 所以对于有视频剪辑需求的用户 9999元入门版就不必再考虑了 而那些纠结13寸能不能剪视频的用户 也不用纠结 四个雷利接口搭载时代酷税处理器的机型 是完全可以用来剪辑视频的 而至于是否要上16寸的MacBook Pro 则是要自己衡量一下需求 13寸有着更好的便携性 以及可以接受的剪视频能力 而16寸用更沉更大的机身 换来了更快的渲染速度 整个工作效率会加倍 所以对视频用户来说 如果你是经常外出携带电脑 对重量敏感 拍摄素材规格并不高 就买四雷利接口的13寸足矣 但是如果你不在乎重量 或者拍摄的视频素材规格很高 那就踏踏实实的上16寸 最后再说一下很多小伙伴纠结的 9999元顶配MacBook Air 和入门款MacBook Pro 在我们看来 R更倾向于把便携放在第一位的人 经常带着电脑出外勤 处理这场工作 同时颜色有更多的选择 对于女性来说 可能会更有吸引力 而Pro则是对性能 有一些要求的用户 毕竟机身散热更好 也可以满足重度办公需求 同时又兼顾了一定的便携 自从2016年苹果带来新形态的MacBook Pro以来 它就一直在不断的升级磨合 不论是外在键盘区域的优化 还是Intel处理器的升级 都让这个产品一直向着更成熟 更稳定的方向进化 那这次的迭代 加入了妙控键盘和时代处理器之后 可以说是带来了这一形态下的完全体版本 那如果你作为新用户要选购一台MacBook Pro 那就一定要选20款 那对于已经拥有的用户 如果没有强烈需求 完全可以等一等传输中的14寸 没准会有新的形态出现了 那对于选购一台电脑到底该怎么选 我们发现很多网友都会困惑配置够不够 最后就是加钱加钱加钱 买了顶配 但性能却冗余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是一定要想清楚 自己真正会拿它来做什么 把需求理清楚 才能选到对自己来讲性价比最高的电脑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转发评论 你的支持对我们真的非常重要 这里是皇家评测 我是伊娃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